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四百四十五集 秦染入学考试自动化的成绩 物理系几个博士、院士都看过 甚至还一起大大小小开了不少会议 在实验室调回了不少实验室的博士 就是为了辅导秦染 因为有宋绿亭在前 院长等人已经给秦染打造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了 江院长本来是打算 寒假让秦染再做一些考核题 如果他有把握 就让他开始接触实验室的光电核磁实验 如果不比宋绿亭差 江院长就在次年三月给他报实验室 秦染跟宋绿亭 物理系对他们二人充满了期待 对他们的前程十分认真严谨 生怕他们走错一步呀 他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眼下听到周颖的话 对他不亚于是五类轰顶 秦染考核内容都没有接触过 吉他实验室也没碰过 江院长没打算让他这么早就参加考核的 眼下只剩半个月的时间 别说是考核的理论题 光是光电核磁实验 秦染也忙不过来呀 如果这次被刷下 明年秦染就没机会了 江院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直接坐起来 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 给实验室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 实验室负责人听到江院长的来意啊 一愣 你们学校大一的那个名额 是周校长提交上来的 我当时让助理打电话 跟他确认了好几遍 这么大的事 你们还能报错了 是校长 难怪能越过他直接给秦染报名啊 江院长忍下了心中怒气 压着嗓音问道 周校长没有跟我商量过 秦染这个名额能不能撤销啊 保密协议跟申请书都已经申请上了 实验室的规定有多严格 你也知道 就算是成家人 也一样 负责人摇头 挂断电话 江院长坐到椅子上 周莹站在桌边 他看向张院长的样子 就知道大概了 是我爸 实验负责人那边的声音很大 周莹听得很清楚 他抿了抿唇 他有必要这么急功近利吗 秦染的天才程度 近百年难得一见 他为了他可笑的业绩资源 就这么随意赌一个人的前程吗 听着周莹的话 江院长张张嘴 他坐直身体 神色低廉 周校长 也不是乱做决策的人 秦染聪明 给他半个月的时间 他理论考试肯定能过 理论考试过了还有实验 过不了就 周莹望向窗外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想要单独培训秦染 时间太紧迫 如同江院长所说的 给秦染半个月 理论一定会过的 他在物理上的天赋 超乎寻常 正是因为这样 周莹才会更加心痛 他面色阴沉 他都怀疑 他爸爸是不是 A大派来的卧底了 江院长勉强打起精神 他拿起座机 给秦染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先到办公室来一趟 不管怎样 名字已经报上去了 物理系也不会放弃他 秦染这边 还在图书馆看书 他按着耳机 走到走廊的外面 江院长 秦染同学 你现在在哪儿 江院长的声音 听起来似乎有些弱 图书馆 秦染的手掌在窗上 俯瞰着校园 声音不紧不慢的 江院长顿了顿 语气温和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与此同时 物理实验室 地下二层 负责人挂断了电话 神色莫名 神色的助理 听得差不多了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青大那边出问题了 听说是报错了 闹了个大乌龙 物理系那边并不知道 周校长 把他们新人王的名字 报上去了 负责人推了下眼镜 摇了摇头 哦 难怪 我就说那个新人王 报得太早了 物理系不至于这么急的 才入学两个月 几个实验应该都没摸过 助理从桌子上 抽出了一份审核表 是秦冉的期中考试成绩 他期中考试全满分 潜力无限呢 负责人摇头 轻叹 唉 可惜了 这边 江院长已经安排好了 一个物理系的实验教室 他跟几个教授 还整理了物理实验室的 考核内容 秦冉到江院长 办公室的时候 打印机还在刷刷地印刷 周莹也还没有走 秦冉换了只手拿书 礼貌地打招呼 江院长 周博士 江院长等在打印机的旁边 手上拿着钉书籍 等所有的纸张打印好之后 他一份一份地钉好 又整理集权了 然后低谋 递给秦冉 秦冉接了过来 随手翻了翻 是一堆的物理理论性的实验 秦冉 来学校这么久 你听说过物理实验室吗 江院长沉吟了一声 缓慢开口 秦冉不紧不慢地 把一堆文件整理好 才点头 上次去周校长那里签保密协议的时候 周校长跟他解释过 那我就不多说了 周校长越过我们 直接给你报了十二月初的名 江院长拿了给秦冉准备的 小型实验室的钥匙 递给秦冉 题目跟实验 都在我打印出来的纸上 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 你潜心研究 其他合工厂 自动化的课程 都不要管 听完 秦冉垂了谋 他大概知道了 江院长找他的原因了 十二月份的考核 是他跟周校长单独说的 周校长当时也跟他列举了利弊 眼下 江院长跟周博士这个表情 大概是觉得他考不过正常考试 理论考试他可能过 但物理实验不太可能 尽管如此 物理细语众人 还是给他单独开辟了一个教室 秦冉看着手上的一堆文件 好半场笑了笑 好 回去看书吧 江院长不想给秦冉压力 没有跟他解释太多 有遇到不懂的 就问博士 各位博士的联系方式 我也打印出来了 在最后一眼 秦冉对京大 没有什么归属感 考京大 只是因为潘明轩 送绿亭之前 也刚好在京大 此时看着江院长 他深深吐出一口气来 没有跟江院长多说 他也有四年多没有碰物理实验了 物理实验室的实验考核 他不知道有多难 连宋绿亭都那么认真 竟然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达到江院长的要求 他拿江院长给他的钥匙 去了综合楼的一个小型教室 里面摆放了一堆物理实验用具 实验室内没人 他就用了小反应堆 做了一个实验 晚上七点 承俊将车停在了物理大楼楼下 七点到了 秦冉还没下来 承俊挑眉 他拔下钥匙 打开手机 看秦冉之前发给他的教室 直接朝综合楼的小型教室走去 教室在三楼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 很安静 门是扮演着的 白色门框 透明玻璃 透过玻璃 能看到秦冉站在实验桌前 白皙的指尖 拿着密闭的金属型磁性容器 一圈圈螺纹 结构复杂 另一只手 谨慎地把它放到玻璃罩里 他低着眉眼 这个角度能看到他垂下的长截 浅色的阴影 落在眼瞼上 眉宇间是少年人的轻狂 是实验室唯一的亮色 承俊知道 他应该是在做物理实验 就没有去打扰他 只往前走两步 大长腿随意地横在走廊上 停在窗户边 两只手撑着窗台 黑色的毛子 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意 又浅又碎地看着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